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3日 厉害喔,美国的国会议员 不过,众议院那些,你距离参众两院 一起推出法案,过了他,由总统认定 有Q牌,而且拜登那些都不理你 遞了很多议案过去,又不是放水 说了几年了,所以我常常都说 中国按过制,核评了美国的东岸 那帮人都在商讨,反不反击好呢? 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是仁慈的 怎捨得反击呢?中国有那么多人口 所以就好的,你准管很多人相信 不会的,这样就是亲者痛仇者快? 你不知道这六个字就是六月大名秀吗? 就好像英国那样的,它经常都是这样的 现在,例如列斯那里,都出现之前 就是之前呢,就真是木斯林了 走过去打砸抢,这样 但是最后事件很快就平息,各样又没有很大的针对 但是,哇,现在一来说,反过来的时候 修复那件事,立刻出来谴责工党 那么,令人觉得它好像有些大小超那样 但不要紧要啦,大家要明白大小超是永远会存在就可以了 所以啦,美国一直都看着这个中国的嘛 洋人是有自我了断的基因的,这点无用事 话说啦,这里,我们先看一件事先 美国的议员,不满百公,迟迟就未制裁这个中国的 而偷运半导体产品那个问题呢,日益而动 那于是乎发沙拉扎,这样啦 那但是你吵得就一直都没做咯 一直都没做总有其原因的 我经常都说的,是 几年后由国会议员亲自政设,哈 你拜登是什么?海面硬,海底院嘛 表面上好像恶死能生那样的,是吧? 张眉露目啊 那结果又不是那些晶片一群群的送出去 最近还好似说那些F3都差点被人拍了 那话说啦,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坎培尔 7月30号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哈 就向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交代 上任5个月以来,新的这个,的工作进路 那不关他事的,布林肯恶恶那些,是吧?尤其是他副手来的 而,议员啦,就多番追问 国务院为什么迟迟都不向这个中国实施制裁呢? 布林肯把关嘛 而香港民主委员会啦,这个是海外的港人组织 而发表报告啊,就指责那些亲中人 在习近平港美的期间 哦,即是拜集会啦,两者在那里任嘛 我经常都说你想对付各样的 即场啊,好像关云长衣歹召那些呢,是吧? 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啊,捉拿了他,以反人类罪处缺的 那世界少很多麻烦呢? 谁知道原来又是刘德上身的啊,拜登那些 二弟不可措斥,那就放过了,放虎桂山 那些美国人南路里继指啊,可待啊! 那说回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报告先 就说啦,习近平港美期间,有很多的亲中人 就走过去有示威各样的那些啦 以及威胁海外港人的安援,又恐吓他们那些啦 那不是美国独有的,英国方面都是很不安全的 又有中标院那件事啦 不过我现在相信呢,由于逢左必共的嘛 那既然Stammer上了场啦,那件事 你都不用有什么期望的,可以说 二月看好戏啦,好像说是月审的嘛 打两下呸呸呸,可能是不清楚啦 就过往曼城事件各样啊,你都见到 洋人是有自我了断基因的,英国都没什么做事 以及大开中门,任由人家,如取如愧 那这个是他的问题啦,我们都帮不到他 灵与外邦又不与家劳嘛 都是不喜欢那些洋人的,他们是 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他那个是有法不一嘛 原因啦,民主委员会指出 美国当局没有执法检控这些滋扰的行为 所以他们就大无私仰啦 咦,在国内啊,他们没有认真处理这些事 在国外就更加不去啦 国内是他操纵的范围的嘛 他都不去处理这些穿倒方子的行为啦 那国内制什么彩啊? 所以那些人经常在那里吹嘘啊 又说什么秋季大制彩啊那些 我想说啊,他就是就来赦任 才在那里出两句声的,演举年嘛 好了,我们不要代他回答,我们看一下坎培尔怎么说 就话说啊,共和党参议员啦 这位是James Rich 连番追问,就指啦 喂,国会通过了法例的咯 行政机关呢,可以就中国 买卖一些给美国禁运的伊朗石油呢 实施那个制裁的咯 即是国会已经有了条例在那里了 而他又真是被你找到 他是偷运这些伊朗石油的咯 国会又立了法,又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门堕的 中国公司和银行进行制裁的咯 法例又放在那里了 行政机关就是去执法的 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拜登政府和一众的行政机关 都没有去trigger,触动这些这样的法例呢 很简单,当你国会说吧 你立了条法,我就要用啊 我是行政机关嘛,是不是啊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嘛 外国的三权分立啊 你就算立了些法,人家行政机关知道呢 在选举的时候用多米来统计 绕动一番啊 指派了他既定的那个老人家上去的时候呢 两个都老的嘛 因为就算你的法例多辣啊 他都一样都要害怕你的 因为国会以为自己很厉害那些以前,是不是啊 又说什么两党共识啊 是啊,两党共识啊,共产党的共识啊 而即将来临的11月啦 我想都是会重施顾忌啦 现在共和党那帮算吧啦 即是由上次2020年你已经见到 这帮人呢,重要的时候都是鸣春的啊 玩军衣的啊 人家已经插眼瞭音的了 整帮人仔动在这儿不知道干啥 甚至乎自己在这儿内耗的 那抵人家啦 人家是行恶而已 但是一条心的嘛 所以11月后啦 包括这个女巫 司法啊嘛 又预言啊 何锦里,是不是啊 可以上场的啊 现在民调也显示 何锦里呢 是超前这个侵侵的啊 那你没可能说这些 就是人家说你听什么都说假的啊 是不是啊 随时啊 阿侵侵真的被他笑到呢 摘下了一张椅子里的啊 不过有一个很有力的反驳就是说 喂,他以前常常听自己是印裔的啊 现在什么时候变了黑裔啊 喂,至少你到底是印裔啊 还是黑裔你讲清楚啊嘛 你没得有时就印裔 有时就黑裔的嘛 一半半不行的吗 我左半边就是印裔的 我右半边就是黑裔的 参议员是这么说的 他说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行动呢 和中国所做的那个 那个严重度不成正比 就是明眼人都看到你放水啊 不过有些人 嫌弛啊 他经常都说了 拜登是很强硬的啊 我见到他很强硬地去软弱啊 在这点上他是有他的坚持的 国会议员指出啊 对中国那些微型电子公司呢 最近采取的行动是严重不足 就是别人找了一间公司给你了啊 油麻地云南街 那没有啊 他都制裁了一间威炮压运的嘛 开了一间威虎威龙出来 那他认为啊 美国是应该大力针对中国 制裁呢 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 你只剩三个月玩 啊,怎么首要目标呢 尤其啦 你现在劈了别人的老人家下台 那就是他不选的啦 他不选的时候 选也好 不选也好 选也好 选而已 你见他近八月都没有动作的 就是没有动作的啦 所以他可能都不记得了自己是谁了 算了 国务卿的副手是这么说的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明白 帮着你帮着你 我明白 啊,议员在政策上的观点啦 不过啦 你要知道这个是 那复杂了 所以不搞了 心层次贸盾 进行制裁呢 是件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来的 还有外界整天担心啊 如果金勇领域那里呢 采取某些步骤了 可能会产生二级丹级的影响 那外界是哪些啊 可能是Tim Cox 可能是Elon Musk 那些商人啊 所有的人都担心啊 喂 你这样搞到我的嘛 不是几好 原來不太好,雙及他們利益的時候,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就說,中國一向都是吃壞他的,中國必勝,東升西港 倘若,再惡一點的時候,可能幾十顆那些,東風什麼都好 降臨在華盛頓,紐約各樣那些,對不對? 你說不是,美國有攔熱,反擊,各樣那些系統,癱瘓大了 你就見到了,立法那些,我們經常說這些是金融核體來的 他有沒有用呢?沒有用嘛,你放在那些,按到個按鈕才算 在他按鈕之前,已經變成粉末了,骷髏頭寶次我力量 變成了寵中呼骨,大江東去浪圖頓 尤其現在已經證實了,拜登說了幾年,他身體負荷不了各樣 那怎麼反擊呢?激條毛啊? 但是,又不認查,這個副國務卿還在屎撐 他說,我不是找藉口,就是找藉口,對不對? 這些是複雜的事情,已經採取了相應的步驟了 哪些啊?看不到啊 不過,他說國務院是要考慮到議員提出的那些具體建議 考慮的意思是什麼? 行啊,這些太辣了,那些又太辣了,那些又太辣了 好啦,口頭譴責算了 那些,就是布林肯上年就去過了 你這樣做不好啊?不乖啊? 就是拜登說的嘛,要聯結起世界上的盟友力量 就令到中國去遵守秩序啊 你要中國遵守秩序呢,你要滅到他才行的啊 如果不是啦,他可能煞時間遵守的 就是在一班裡面而已嘛 就是那些年輕人啊,不聽話各樣的時候呢 咦,突然間你震得住他啊 大家都知道將來會有什麼發生的 就是他乖一陣啊 那接著會怎樣啊?更厲害些 那面對著跨境鎮壓的問題啊 那為什麼中國那些可以動這麼多 穿到方子在那裡的呢? 海外那個反共的力量之所以 一直都迎停到就是因為了 那這些獵狐行動,是不是?天網 那你說不是啊,他們在外國都不可以視義妄為的 你視若無睹,他就是視義妄為的 親兄弟來的嘛,大家都是姓氏的嘛 你這些明賤我的姓氏啊 話說,副國務卿就說不單止美國 其他西方國家呢,都不清楚跨境鎮壓呢 在自己境內發生這樣說啊 所以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了解問題的性質 就是是不是你們自己吵架而已啊 這些不算跨境鎮壓的啊 他敢說言下之意就是這樣而已 你們自己拆掉他啦,這樣都行的 奧林肯都免得採那幫國會議員啊 你們那幫人病了啦 所以才派個副手去有空應酬一下而已 算給你面子啦,又是耍一大輪 之前都是的,他請了Elon Musk啊 啊不是,那個不是Elon Musk跟他打架那個 豬蜜八格啊嘛 那走過去國會聽證,說你Facebook怎樣怎樣 之後又沒有了一件事,別人生歐歐地走出來 話說這裏啊,輪到Google啦 但是相信啊,都不會聽的啦 美國國會議員要求啦,Youtube要恢復這個願榮綱喔 即是向中國的長壁管轄說不 那他都是下架香港地域而已 你外國那些不關事嘛 那但是其實都有針對的 我自己都有一出的,他紅標了 所以呢,我就釋毀了他各樣的嘛 那你沒辦法的 補救這麼多的,紅標你台都折了啊 就話說Google旗下啦 這個Youtube就按香港那個禁制領喔 其實你是應該制裁香港法庭的嘛 那麼簡單,Anyway啦 就限制香港地區用戶呢,觀看了三十二則 咦,只是三十二則而已 即是你來第33則有得看啦 冤榮綱的影片的 而美國國會議員呢,有關注到這件事的 他是志涵這個Youtube的CEO 咦,那時候2020以後啊 3月而已,我講了他啦 肯定乃大爺的,竟然暗住了 不讓人報那些有關全球健康的資訊 跟男濕菜呢,眉來眼去這傢伙 議員指出啦,禁令是違反了人權標準 所以兩家公司呢,是應該跟從 他搞錯了少少東西 是由於違反人權標準,所以呢 他才做的 誰跟你講這些公司講人權的呀 別玩啦 他們都不promote這些東西的,是吧 他們promote的價值就是收錢的 但是啦,聰明的議員就認為呀 即是如果你今天都屈服得的 那就是說,他真的有場備管轄的了 你法庭禁制領那些以前都試過啦 用在哪個身上啊 什麼反蒙面白啊那些啊 跟著又口罩領啊 要想制你戴口罩的呀 兩邊一起的呀 還立法搞了這個免針紙 是吧 那還有啦,其實 其實沿明光啊那個禁制領實施之後呢 其實其他國家方面呢 很多的不同的啊 表演者包括 Dr.K啦 都公開去演唱的 去宣示不滿啦 因為藝術創作應該是無國界的 而Thomas團隊更加不用說啦 也都不停地在其他音樂的串流台上載歌曲 你按得一把嘴,按不到千千萬萬這麼多把嘴啊 那但是創作團隊呢 7月6號時候指出 美國的發行商 這個是Distrofit 無故刪除呢 從真上假的袁榮光 理論上不關他事的嘛 想做港共生意啦 那但是問題 你不是香港公司來的啊 所以創作團隊有批評啊 喂,香港法庭禁制領呢 沒有理由有域外效力的啊 所以你有些西方的媒體啊 在不必要情況之下遵從了侵害基本人權 情況是不是很熟啊 華爾街日報啊嘛 鄭家儀啊嘛 大家記不記得 他只不過是因為參加了香港裡面啊 記者協會的那個數據啊 被人時焦炒謠過他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典現而已 那些東西就好像英國的報章啊 你說有幾公正啊 你都是開著那個工黨啊 那些東西呢 抨擊都不是很賣力的啊 失卻了所謂的新聞 透明性、中立性 一切都不客觀 時至今天 世界之所以分亂 但是因為新聞自由出問題 這個也是休莫講的第一課 彷彿就好像有一個全球的力量在這裡啊 拉著一些東西 一定要push去那些 向左走的agenda 就是變窮 Anyway 這樣是會樹立一個很危險的先例啦 因為 法庭禁制領啊 竟然能夠令到那些外國的公司自己歸位啊 類似的事件就可能接中不容易的了嘛 而美國政府啦 就是登登登登 算吧啦 這些他都不會理的啦 但是啦 國會方面啦 CECC啦 中國委員會的主席 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Chris Smith 民主黨的參議員 你說兩黨共識就這裡啦 Jeff Merkley 他又要求YouTube Google那些呢 我不是很明白他說什麼的 其實 就要恢復願榮江一曲的 只不過呢 就可以加入這個 警告訊息的說 去迎合禁制領 你看到了 已經算強硬的啦 那個中國委員會 但是都是這麼軟弱 那莫怪別人欺負你啦 這個 國安法說到自己有跨域管治權 大家都知道是超現實主義來的嘛 根本就沒有可能 那為什麼他都敢寫下去造成寄成事實啊 原因就是因為那些洋人啊 咦 原來喜歡練葵花寶典的啊 人家這樣寫 他又真是自我迎合啊 走過去 莫怪別人啊 看屎你啦 同時啊 這個 創作團隊也指出啦 法庭禁制領明明 是沒有實施全面禁令的嘛 就是豁免了學術啊 傳媒報導那些的啊 而Google和YouTube呢 就做特了的 等的是一個藉口 所以我就經常說咯 西方外國各樣東西呢 你看到了 是會自動迎合的嘛 所以中國經常說一些 大家都覺得是忌安的說話 例如一美死撐啊 又不承認啊 沒有啊 又說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 就好像比卡超那樣 又說什麼 要雙邊制裁才行啦 單邊制裁無法接受的 但是又會遵守這個聯合國各樣 他講第一句 你已經應該掌他兩巴啦 胡說八道這樣 是吧 但是為什麼他都要這樣說啊 明知道你不會理他的啊 原因就是因為洋人呢 需要一個藉口去放水的 只要這些東西放在那裡了 就好像法庭禁制領那樣 啊 給了那個通道出來的時候 跟著說 喂 你那邊放水好啊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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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群群人物幣呢 一個行李箱一個行李箱拿過去 其實西方國家如果真是啊 要針對中國的時候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制裁人民幣 等他 逢親和人民幣對的東西 你都制裁 那絕對會是無懈可擊的啦 對不對 一直都沒有這樣做 擺到明啊 就是放生這個中共啊 由1970年至今啊 都是 就是黎克遜訪華之後 西方國家呢 都是走著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 就是好像目前英國都已經被馬克思攻陷了 大家見到了 那美國啊 是被攻陷之先的 那今時輪到英國都很應該的 而發覺啦 滿想就是有些打退這個馬克思的 但是到最後啦 猜不到啊 竟然可以選選一下 篤走那些候選人的 哈哈 綠武狀元 蘇黑衣那些 這麼黑暗都可以的 還有民主成分又有多高啊 就好像英國那頭啊 你工黨其實不是多保守黨很多的支持度的 多幾個百分點而已 嘩 但是竟然可以全面大勝都可以的 你有多少是代表英國人的聲音呢 那同時啊 國會議員就希望呢 YouTube方面要提供回那個上訴的進程 要交代 去促進這個用戶取得資訊的權利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很多的節目創作人啊 的生殺大權都是掌於這個YouTube手上的嘛 是不是 他使用到這個經濟的力量啊 去導引那個輿論的方向 啊這點跟馬克思都好相似啊 也都好成功啊 也都好成功啊 所以 會怎麼應對呢 我覺得跟副國務卿說的差不多 啊 就是所費需時 是很複雜的 諸如此類啦 又打一下官腔啦 過一排啦 博去不記得啦 再加上啊 11月 啊 賀錦麗那麽十拿九穩勝出的啦 是不是 都是啦 啊 當一牽涉到這些的時候 喂你打算怎樣先賀錦麗 那他會怎樣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養天狂笑 你講的東西那麽有趣啊 啊 那就走了去了啊 所以馬克思講的一件事是沒錯的 就是共產主義必勝啊 原因 他們是可以利用資本家製造出來的成索啊 去套上資本家的項撥紙啊 啊 就是這樣啊 好 今天講到這裏